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加拿大凯斯通学院赞助播出 采访加拿大华裔小姐的候选人 报小姐 那这是我们谈话的主题 将是报小姐聊一聊 作为一个IB班的优秀女学生 她要谈谈她第一次自己打工赚到的钱的一些经历 以及她的个人感受 这里是海外黄之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点赞 或者在视频的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报小姐她是说英文的 也可能她也说一些中文 好了 如果你支持我们 就把我们这视频转给你的朋友吧 或者是留言 下面我们要跟报小姐来聊一聊了 我的名字叫Rebecca包 中文名字叫包新月 很高兴今天跟你们讲一下 我有赚钱的经验 你有问题想问我吗 我想问你一下 你以前在什么地方打过工吗 你今年多少岁啊 我今年十月份就十七岁了 我现在十六岁 我第一次打工差不多八年级的储假 书国马上要进九年级 差不多十四岁 我在阿布丁Square的一个冰淇淋店工作了 培训了两个月 然后我的老师是一个华人 我学了就是一个人外表 说不定会对你很好 然后觉得你做的东西很好夸你 可以在后面说不定工资都不想给你 也就是说你打了工 在那干了一段时间 可是那个老板呢 就没有给你付工资是吧 他只顾了我 然后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今天培训明天培训第三天培训不能隔一天 对不对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可是他叫我隔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 最后我浪费了两个月 只是为了培训 而且我每次培训他还叫我去做很多 像倒垃圾 帮他洗碗 擦桌子 跟客人讲话 如果你培训的话 你应该学东西 不应该在那帮他打工 因为他也没有给我付钱 最后 只是take the advantage 等于是占便宜了 是吧 对 我把他全部的recipe都记下来了 然后他很满意 最后他又跟我说 我没有过training 那个店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现在不应该讲 因为为了他们privacy reasons I will not disclose the private information 好的 那就是包小姐 非常非常 这一点我要给你一个点赞 非常包容 这一点不得了 你确实是体现出IP班的学生 领袖能力和领导能力了 那你这次说 你是什么情况下 你去有这个赚钱的经历啊 我想先讲一下 就是最后讲两句话 就是讲以前去年 前年我工作的 就是我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可惜我学了很多经验 跟不同的人交处了 像客人还有老板 还有老板的老婆 如果对我说 我没有太多后悔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 现在的我的经验的话 我在想 为什么我这几天想要去赚钱 因为我爱打游戏 我觉得游戏很重要 让你的第二个 让 let's the other part of your brain function right you have the logical part functioning and you also have the reaction stimuli part func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right 你能不能用中文来表达一下 要是或者是 就是像你的头脑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像做数学 听东西 回话 还有一个是反应 对不对 打游戏能培养反应 所以如果我在想 因为加拿大游戏卡这么贵 我就把我的Apple ID 换成一个美国的去消费 这样就省了tax钱 还有省了 假装14块 加币就是10块钱美元 如果我能省4块钱 每一个10块钱我花 你不明白啊 如果我就是想跟你们说 我学的这个方法 网上有一个专门的拿发票 换成钱 一直去发票 然后拍照 去拿积分换成你想要的卡 有购物卡 像iTunes卡 或者shopping card 或者Walmart 或Adidas 我只有省了40多块 就去发票 还有叫朋友去发票 也就是说你通过 省钱 无心中你就赚了40块 是第一种赚钱方法 对吧 如果我觉得为了你自己的快乐 像你游戏 你不应该去盘算 你爸爸妈妈去找他们帮你付 你应该自己去苦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多难苦这个钱了 你现在是怎么苦出来呢 你苦到多少钱呢 40块 50多块吧 这次你是怎么去赚钱的 就是像这个发票软件 每一个朋友 你去叫下载 假设如果你叫一个朋友 去下载这个软件 他们会给你4块钱 4000的接分 我就有4个手机 不是4个手机 我有两个手机还有两个iPad 我每一个不同手机 做了一个不同的account 然后加我这个当朋友 就给我4块钱每一个手机 所以我一下就赚了20多块 然后我就变成游戏卡 好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酒店身上在 所以服务生来为我们提供服务 那你做过服务是什么 去过麦当劳吗 我没有 就是我这个冰淇淋店 两年前就是做服务的 而且不管 就是你在打工的时候 老板会跟你讲说客人是always right 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就是客人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对的 因为你们在服务他们对不对 你心里能想觉得我是对的 他们不讲你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你老板说的话 因为你是在他们的property 在他们的店去帮他们服务 而且你在把他们的面子 在背着你背后 你们也不明白 就等于是你是on behalf of他们 是不是 可以说你代表他们 也就是说你相当于是representative 是不是这个概念 等于你是帮助他们来形象宣传 是吧 因为如果有一个客人有一次不满意 他是不是再也不来 他印象也不好 他说不定还跟朋友都讲 这个店的坏话 会对你老板有很多 就是会亏很多钱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 那你自己这次 你是怎么来赚钱的 我去发票 我还把瓶子推了 哦 瓶子是你们家平常消费的时候 比如喝水啊 喝罐头啊 只有一次 这次 对吧 对吧 以前都是扔掉的 以前都是扔掉的 对吧 这次你就把它收集起来 拿去卖 我有很多瓶子在家里 然后就聚了三个大袋子 捧着外面别人都以为我想要饭 可惜我在想这么多人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做的时候别人就感觉上会歧视我的样子 很多人推瓶子很多人省钱 可惜为什么还是有人歧视 你觉得吗 哦 你在想的是这样 你觉得有人在歧视你吗 当然有了 我在那听三个大瓶子都是三个大塑料袋都是瓶子在那儿 而别人一看就觉得是垃圾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会这样以为 看如果你在老外老外的地方 他们还喜欢叫你去元宝 或者环保对不对 这个东西一点不奇怪 因为所有的Costco你要在那买的东西 所有Costco卖给你的东西 你都要原封不动要退回去 这是天经地义的 至于说我们华人到我倒是觉得 这有点小小的看法的 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外 因为加拿大我们毕竟来说是很多移民嘛 像你是刚来这地方的对吧 所以真正的原住民 那才是原来的 我们都是移民 包括白人都是移民 对不对 我觉得有点翻你 因为有点好笑 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人 人这么多 垃圾肯定也多十倍 对 说过环保 recycle reduce reuse recycle 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垃圾 你说不定 如果一百万个人就省一片垃圾去扔掉的话 或者环保 那差不多一百万垃圾都不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对啊 那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如果你想这些塑料给鱼吃了 然后我们人又去吃鱼 那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又吃了塑料一样的吗 我想讲一句 很重要的话 就是你看到有一些穷人 他们会在垃圾桶里找 找瓶子专门去退钱吗 我看有一些这些人 翻了这些 垃圾桶 就把更多垃圾扔到外面 说过我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去环保 然后你又把这么多垃圾放到外面 就是弄得很乱 别人就不想走在那 因为这是公共场面 对不对 而且说不定鸟就能吃掉 很很伤害他们的身体 对不对 哦 你就是说现在有一些那种 呃 homeless 那种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乱翻垃圾 没有注意到 呃 把垃圾不要乱翻出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觉得还是老外会更会环保 因为呃 上次弄乱的那个人是个中国人 然后我看那个老外homeless 还有一次还穿了一个垃圾袋 有几句话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忍耐是最重要的 像工作 给老板的话 你不能发脾气 因为如果你想发脾气的话 你要知道你现在在给别人打工 你在你是要有他们的面子 对不对 你不能随便发脾气 因为说不定现在发脾气 他把你炒鱿鱼了 然后你明天就后悔了 所以最好是忍耐 他要多想想想干什么 好 我们结束了对绿白卡的采访 我们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有一类卑微的工作 是用艰苦卓杰的精神忍受着的 最低漏的事情 往往是指向最崇高的目标 这里是海外环直播 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您的点赞和支持 将会鼓舞我们制作出 下一期更精美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